我寫扁一點 那仁字旁 請這個扁一點 那這裡倒是可以做展現 所以我客廳把它拉寬了 那下面是背 在歷書裡面的背其實都比想像中來的寬扁 因為歷書就是偏扁 所以你把它寫寬扁不會覺得有點奇怪 把它拉長了反而覺得不太像歷書 這個扁寫得有點開 不會彎過來 那唸尾讓它翹一下 好 寫得有點梳了 那是寫左邊小右邊大 不過看起來它之前寫過有語字 語字左邊大右邊小 好啦我們也照這個 大小當然沒有說一定要怎樣才算對了 那是寫左邊小 好啦那我寫左邊小 就是你心裡有想著要做什麼 打到你目標就可以了 寫草全碑有寫過 不過我會幫他改一點點喔 通常我不太改字體 但是這個 有些時候會覺得 嗯這樣寫會造成一點困擾 尤其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它這裡這個可以接受喔 寫三角形這道正常 有很多人會這樣寫 那我沒有什麼問題 它的問題是在下面 下面這裡 這裡應該是兩橫 一橫 兩橫 它寫三橫啦 所以我就幫他改了一下 我還是會持兩橫 因為兩橫寫得比較多 寫得還蠻巧的 口偏扁 上寬 下長 合 長得很像 所以你要留一個竹筆畫 那通常竹筆畫 不是最上就是最下 那最上面沒有了 那就最下面了 竹筆畫 拉長 不用太長 旁邊 那三角形的肯定要寫扁喔 剛才的印寫得有點瘦了 通常我們在做粗細的時候 都是配合前面啊 左邊右邊啊 來決定這個字要不要粗細 並不是說一定要這個字粗細 而是要配合別人 要不要粗細 如果你一直寫的都很瘦 你就要想辦法找一個筆畫 讓它重 寫得很輕 一定要找個筆畫 讓它 再重 就是說輕重輕重 就像唱歌一樣 大聲小聲 我其實可以讓它做主筆畫 左邊由它來做主筆畫 所以生長 那右邊呢 剛好那個燕 我當主筆畫 這個是主筆畫來生長 這個 在古代曆數經常出現 那既然生長了以後 這邊就不要 不要再張開了 讓它下面的地方 感覺是比較收斂 兩邊就看起來 嗯 特別明顯 好 贏 這裡又加點粗細 加點粗細 粗細 往旁邊 快 梳子有點弧度 好 再一個點 梳 上面寫個 扁一點的 扁一點的 那扁一點以後 再利用 這個筆畫 來做展示 哇 這做得有點誇張 古代也是寫得亂的 可以 每個人寫法都不一樣 這種字最麻煩 不過如果你要記的話 就乾脆記一個3 這個一定有 大家都有 那下面大家寫的都不一樣 那也有很多人寫成一個耳 耳朵的耳 當然還有其他寫法 那你自己挑一個你喜歡的 寫字就是 古代曾經出現過的寫法 都算對 沒有什麼錯的問題 沒有什麼標不標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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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不適合 那你怎麼會 這麼多有些人 這兩條 你都不適合 都不適合 你怎麼會 還是潦呢